中秋节大家烤肉吃文旦又 欢度佳节之后 瑞瑞湘有民众发现 大批的裂果文旦又 任意的气质在鹤岗桥下 立即通报了环保局 环保稽查人员 县府南区中心的副主任周玉梅 和乡代表会同稻产会堪追查 并且呼吁农民要发挥公德心 如果乱丢弃者 可开罚12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还 跟着农民脚步 环保稽查员 县府南区中心副主任周玉梅 瑞瑞湘名代表林玉芬 以及公所人员走到鹤岗桥下 随处可见裂果的文旦又 堆成了一座座的小山 不烂的文旦又发出整整恶臭 究竟是谁这么没有公德心 任意乱丢这些文旦又烂果 警察去找 可能是他 不然他不会那么好死 整个是这样满满的 警察去找了以后 那天晚上就把这一条路人清开来 除了痛斥乱丢弃文旦又烂果的人 没有公德心之外 这些烂果农业废弃物该如何处置 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又将由谁来清理 道场的环保人员地方代表也热烈讨论 第九二三体 对啊 应该这一条还不属于第九二三体 属于3C嘛 这我就不太晓得 这条哦 对 3C 没有地名 没有核酸名 因为这条蛮大的 今年中秋节瑞瑟赫钢文旦又大卖 不过部分没有公德心的农民却将 烂果文旦又任意气质 造成环境污染 也容易衍生并没闻 没有公德心的行为令人不齿 环保稽查员除了道场会看并展开追查 也呼吁民众能多发挥公德心 如乱丢弃农业废弃物者 可开罚1200到6000元的罚缓 也请民众不要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